这也太累了 这不是人干的活 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人 叫李明君 他搞了一个切肉的机器 对 动肉切片机 动肉切片机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如果要把这块肉切的话 动肉切片的话 一般是零下像零下一两度 零下四五度 那如果我这个肉不是动的呢 不是动的 是先的是吧 先的话就其实可以用别的设备去切 但是这个比较有挑战性 难度最大的就是切动肉 切动肉最难 有刀吗 我来切一下看 看难不难 有刀 就是切肉呗 这平时没有切过这么大的肉 是这样吗 对 是这样切 平时他们没有这个机器的时候 都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切 就这样 一片一片的切 哦 但 这 这也太累了吧 这 这不是人干的活 对 所以 而且很冰 哇 这要戴手套 对 而且你发现没有 你切的时候呢 你只能切厚的 哇 你切不了薄的 哇 这平时都是他们工人 一般来讲 戴个手套这么切吗 对啊 那这不是个累活啊 相当累 没人愿意干的 你可以算一下 就是说我们切片剂 每分钟是280刀嘛 然后又是在可以切冻肉的情况下 那这个不是说顶得上多少工人 是工人是没法切的 一个工人是没办法去 在温度零下四五度的情况下 把厚薄切得非常均匀 并且切得很快是做不到的 这个时候是只能上设备 啊 必须接切 必须上设备 那行啊 我们这个口说无品嘛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都得拿出来试试看嘛 才能显得你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厉害 好不好 可以可以 一个三公斤的肉 大概三公斤的肉 我们看用多长时间 设置成五毫米 对 看大概用多长时间把它 这个切好 好不好 我来计指 好吗 好 我来启动 你这个是傻瓜式的 反正我也能行 好 意味 开始 哇 哇 这太快了 这我这个天啊 这 哇 哇 哇 切到后面是什么样子 看 自动回去 自动回去 然后呢 20秒 20秒 就是20秒能切这么多 看没有 而且我们这个其实按照这种尺寸 我们放的话 勉强应该是可以同时放两块的 比如说我们的速度还可以乘以二 就是我们现在是只放了一块 对 一块肉它不是这样的吗 我们放到这边的吗 我们其实这边还可以再放 哦 还可以放一块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速度是乘以二的 哇 那这个牛啊 切出来之后的肉怎么样才能算好啊 表面呢非常光泽 没有毛刺 哦 没有毛刺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厚薄非常均匀 第三个呢 你看我既然是用机器去替代人工对吧 那我的效率要高吧 现在一台机器 一台机器直接干掉 30个工人 完全没问题 切面切出来了很薄 一般人工切出来的话也不均匀 机器切出来效果很好 然后两面都很壮 要多大规格都可以调整 这是人工菜刀切吧 以前啊 现在然后看到这个机器 省时省力啊 看着基本上切的 基本上都是大小都差不多 不像人工切的 有的切的大 有的切的小 有的厚 有的薄 它这个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有的厉害